熊孩子把三岁男童从八楼扔下 最后被狗活活咬死 我们隔壁有一户邻居刚从国外回来 还带了一个熊孩子 刚回来不久熊孩子就到处欺负比他小的孩子 经常拿石头砸他们 还故意往个别小孩的头上尿尿 邻居多次找到熊爸妈沟通 不过基本都是热脸贴冷屁股 每次都是闹得不关而散 有一天熊孩子放学回家 碰到邻居奶奶带着他的孙子在散步 旁边还有一只养了三年的狗 熊孩子看到男孩手上还揣着一包零食 便打起了坏主意 于是他假惺惺走上去询问 我可以带你家孩子去玩吗 男孩的奶奶直接答应了下来 并嘱咐他们不要走远了 于是熊孩子带着他走到他单元楼内 威胁孩子把剩下的零食全给他 年仅三岁的男孩哪见过这架势 便委屈的哭了起来拒绝把零食给他 熊孩子见被拒绝瞬间暴怒 用力的推倒男孩 朝着他的头踢了几脚 男孩想爬起来又被熊孩子抓住后背甩了出去 多次对男孩进行殴打 此时有一个维修师傅刚好经过 问他们在干什么 熊孩子立刻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便谎称这是他弟 然而师傅并没有当回事就离开了 之后就是长达一分钟的拳打脚踢 熊孩子抱走完男孩之后正打算坐电梯回家 进了电梯又担心男孩回家告家长 便强拉硬拽把男孩拖进了电梯 等两人坐到了顶楼 熊孩子最后问他 这零食给还是不给 男孩啥也不懂 只知道摇头拒绝 然后这逼崽子就带着男孩来到天台附近 而此时男孩的奶奶已经察觉孙子不见了 正在到处寻找 此时其他住户打电话过来说 你的孙子从九状三单元的八楼掉下来了 赶紧去看看 听到消息的奶奶还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孙子 急忙跑到单元楼下 拔开人群看到躺在草坪上奄奄一息的孙子 直接晕了过去 那场面他家的狗见了也要落泪 随后孙子被带去抢救 在审讯室里警察问熊孩子 男孩从几楼摔下来的 熊孩子撒谎说是他去了二楼不小心失足摔下去的 警察说从二楼摔下来不可能摔的这么严重 于是查询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发现熊孩子把男孩带去了八楼 在医院的ICU病房里 医生描述孩子至少是从五楼以上的楼层掉下来的 不过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之后就是男孩的父母把熊孩子一家告上了法院 索赔了二十万医药费 但就是得不到熊孩子一家的道歉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当时这只狗也是目睹了小孙子被扔下楼的惨状 于是在第二天的中午 小区里的几只流浪狗打算埋伏独自玩耍的熊孩子 此时熊孩子出现了 其中一只大狗抓住机会冲上去扑倒熊孩子 随后便疯狂的撕扯着熊孩子的四肢 咬了一会后其他狗已经离开了 但其中一只却不依不饶一直在啃咬着熊孩子 不一会熊孩子的惨叫声越来越微弱 然后当场领了盒饭 随后邻居们闻声赶来 也是被眼前的一目震惊 后来经过调查咬死熊孩子的其中一只狗是只流浪狗 原先在小区车库里面生了一窝小狗 原来这熊孩子就连狗也不放过 有的孩子是孩子 可有的孩子是个恶魔 最后这小恶魔的结局也是相当的悲惨